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继续上两条片在零引子 吃完齋之后搭三个站 去到大澳总站 今次来到大澳多了些新景点 连地下坑渠盖都不忘换上新装 不妨一路走一路低头多点留意地下 下车没多久走到大澳华基 派到大长龙等鸡蛋仔 再走个小小就是街市 在街市门口路边这一档海尾很多人买 我看中250元斤的大虾干我都买了些 上一次我们来大澳平日比较静 今天是星期日来很旺 通街都是人 介绍你们另外一档好吃的鸡蛋仔 都是用炭脑烤的 而且这里还切有糖食 你听过鸡蛋仔有糖食的味道 虽然不用排队 但我都等了很久 我前面的客人买两饼 要等这个老板做完糖食的 再烤两底给前面的客人 再做给我 这个老板很有心机 慢慢烤 烤到底底都脆薄薄 我不想太过脆薄 又叫它时间可以短一点 好正啊 外脆来软 好有蛋味 可以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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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路线是怎么走的呢 先来看一下地图 现在看到地图 右下角有个蓝色的P字 就是下车的地方 向着永安街的方向就开始走 会经过街市街 石仔布街 去到海游居 地图写着少林武术文化中心食堂 就是我们简称的少林寺 在它左边有条小路上山 走到观景台 经过寶珠潭 在这个时候 已经下山到地面 绿色的箭嘴 走到下车的地方位置 搭车走 这条就是短途走大澳 又想上虎山 又称洪桥的路线 如果想知道大澳更多的好去处 现在让我先来买广告 就是我之前出过一条 大澳Stickation两天游的片 分享浪漫cafe 人气小厨 港式经典小食素街 清楚路线图 分享一间我觉得性价比不高的度假屋 上虎山 看海豚 看日落 两间历史最悠久的虾像厂 出海游棚屋 和尋找白海豚 大澳水香文化 尽在一片 有空有兴趣的话就看看 不要浪败了我这么有心机做这条片 我的频道是希望退休的金铃铃铃一族 都仍然保持一火活跃的心 走得就走 吃得就吃 希望能过一个精彩的晚年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 点赞留言 分享我的影片 好 走回来 继续我们今天的路程 对上是少林子 在面向少林子的左手边 就有一条小路上山 走没多远 就会看到一条分叉路 就选择石级上 3 9 4 4 4 走104级之后 就一段平路 人不用200级 已经远远看到海豚跳到上水面了 虎山只有77米高 適合新手 小鞋 和我们的金铃铃一族 虽然山高只有77米 但已经足够将整个大澳尽收眼底 而另一边 可以看到大海和港珠澳大桥 亦都是观日落的好地方 由于两旁是红色的围栏 故此红桥的名字 亦都是这样得到的 说真的一句 红桥这一段 就像行街 多过像行山 所以到处都是小朋友的声音 哈哈哈哈 还有个小孩说 有只鸡飞上天 这一边 走77米的山高 已经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 是否很划算呢 现在看过去这个铁 以往走到这个铁 就要折返了 而现在到达了铁 之后 可以穿过铁 向前面的路继续走 走完这段红桥之后 前面就开始走山路 是泥沙路 走到这里 在这个时候 就看回头 看回一条红桥 就沿着山峰高低起伏 加上个铁 搬到旁边的芒草 形成一幅很漂亮的画 未做这些梯级之前 就没有正式的行山径 部分就稍微斗峭 同时要拉着两旁的麻省而前进 对于没有经验行山的人士 就一点都不适合 来到这里 有另一个角度 看回头 飞机啊 幸了三年的飞机 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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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是如丝如画 是不是嫌走得太慢呢 让我走快点 最后一趟楼梯了 终于到地面了 下山了 下山大概是380级 上山大概是200多级 这一趟楼梯 是我们最后下山的楼梯 接着就没有指示牌 不知向哪边走 阿公说不应该向海边走 应该向民居走 那是适合的 之后再转了 就会看到 往观景台的牌 即是我们在观景台下山 现在是向右 还是向前呢 在犹豫之下 就试试右手边 对不对 是不是 原来我们走错路 连那两只狗都没告诉我们 你走出去 走出去 走出去 结果 刚才看到观景台的牌 之后 就不要转右 直走就对了 你看看是不是森盈水堂 哦 是什么 白光那些 森盈水堂 哈哈 我去了 那对了 见到羊猴古庙 走多3分钟 就会去回大澳市区 吉兴后街 至于选哪一头开始走 即是由红桥那边开始 还是走山路这边开始 就视乎你选山路那段 喜欢上山 还是下山 由于红桥那段 就没有难度 随便上落都行 见到这个公厅 再走多几步 就会见到一堆路牌 这里就已经到了吉兴后街 今天的美中不足 就是第二次来釜山 仍然是看不到咸淡网日落 第二 美中不足 就是大澳母夜市 你看到 行山人士 或者游人 都纷纷要离开了 如果可以吃完晚饭的话 就更加写意了 水静河飞 是时候山水 我水静沾 一个灯状 水静河飞 水静河飞 水墨 水静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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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